新冠未去猴豆爆发 为何全世界都在怀疑 猴豆病毒源于尼日利亚 有至少四个美国生物实验室在该国运行 这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核生化防护部队司令 伊格尔基里洛夫中将在几天前的公开言论 基里洛夫呼吁侍卫组织 调查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同时 还提到一个奇妙的巧合 那就是在2021年 美国曾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 制定了预防猴豆新毒株爆发的方案 俄罗斯的态度很明显 猴豆的出现和美国或许有关系 事实上 在中文互联网上 也有不少盲人 把美国列为了散播猴豆病毒的怀疑对象 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美国真的在完美的先知 俄罗斯中将提到的所谓预防猴豆新毒株爆发方案 其实来源于2021年莫尼亥安全会 当时拥有军方背景的美国民间组织尼特 该会议联合举办了一场生化袭击演义 名字就叫做猴豆恐怖袭击演习 演习的过程是 在2022年5月15日 美国将利用其国家实验室中改造出的猴豆病毒 对世仇邻国毕国进行生化袭击 结果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 这场生化病毒危机 很快蔓延至全世界 并导致32亿人感染 2.71人最终死亡 你说巧合不巧合 今年最早曝光猴豆确诊病例的国家是英语 而它曝光的时间是5月7日 随后 西班牙 葡萄牙 丹麦甚至美国 都纷纷出现了猴豆病例 在5月即将结束的时候 出现猴豆病例的国家越来越多 甚至于中美洲 大洋洲也未能幸运 尽管目前猴豆未在世界上出现大流行的局面 但越来越多国家被波及 也难免让人心胜动 事情的走向会不会契合美国的预先推移 另外 美国在卫部先知方面做出的动作 可不单单是指猴豆病毒演绿 现如今 有关于猴豆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 猴豆和天花是类似的病毒 而猴豆的临床症状和天花类似 但传染性和致死率都低于天花 可早在1980年 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宣布 全世界范围内的天花病毒已经被消灭 但更加有意思的来源 尽管天花病毒已经被消灭 美国却仍旧在孜孜不倦地进行 治疗天花的药物研究 2018年7月13月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 批准了一款治疗天花的药物和POP 而在批准这款药品的时候 FDA给出的理由是 这是为了应对生物恐怖袭击的风险 紧接着 FDA又在第二年 批准了预防天花和喉豆的疫苗 结果 在喉豆确诊者不断出现的时候 FDA又做出了一个决定 允许人们使用套泡自治疗喉豆 你说巧不巧 世界说自己生了病 美国就拿出了药物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不仅在世界生活安全问题上不甘不尽 就是在其本国民众的心中 美国也都是不甘净的 1950年9月的某一天 美军的几艘扫雷舰 一直在旧金山湾的上风口上徘徊 等了没多久之后 军舰上突然出现了几个奇怪的炮弹 他们开始对着空中 疯狂地喷洒奇怪人意 而这样的行动 美军持续了足足八天 结束任务后 美军火速离开 可旧金山的民众 却纷纷出现了异常 一个刚刚做完潜力线手术的美国人 本来恢复得很顺 却不知道胃后 病情突然就开始了恶化 他紧急住院接受治疗 得到的诊断是 感染了连性沙瓃士菌 这让医生非常困惑 因为这种旧金山此前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细菌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咳嗽不误 发烧等问题找到了医院 而他们的诊断结果也基本一致 几乎都是感染了沙瓃士菌 当时的旧金山人根本不会想到 他们染上的疾病 都是美国军方动了手 原来 当时美国军方在港口喷洒的 就是掺有沙瓃士菌的人意 这些熔液升空后 在锋利的推动下 直接涌向了旧金山 并开始在空气中洒布 给旧金山人带来巨大危险 而美军之所以被自己的国民吓吐 就是为了看看 美国人抵抗生化袭击的极限在哪里 很快 美军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数据 到第二年的五月 旧金山已经全部被感染 且每个人每分钟吸入的带军灰尘 有五千人上 而美军向旧金山人散播沙瓃士菌并没有的行为 一直到1976年才被曝光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利用人做生化实验的历史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素 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 就是发生在 20世纪30年代的塔斯基纪梅毒试验 以932年 为了研究梅毒的传播和致死情况 美国公共卫生部 直接授权塔斯基纪研究所 全权负责医学 针对黑人男性的梅毒试验 他们在贫固地区 寻找感染梅毒的黑人男性 以及未感染病毒的黑人男性 然后以免非治疗败血病毒 将他们哄骗称实验对象 当时的人对梅毒这种疾病的认识不够 所以一律将梅毒等疾病统称为坏血病 拿到实验对象后 塔斯基纪研究所就开始了自己的骚操作 对于已经染病的患者 他们往往会进行抽血化验 以及胃傲等工作 但胃的东西 不是维生素就是阿斯匹林 而对于没有染病的患者 他们会偷偷给这些人注射梅毒病菌 以此来观察梅毒对这些人的危害 据悉 这项实验从1932年开始 一直到1972年被曝光使用 美国才终止了实验 但40年的时间 已经让美国多了400来名受害者 这些受害者当中的大部分人 都在疾病发作期间去世 在该事件被曝光 实验受害者及其家属 直接控告了美国政府 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平常 但道歉 却整整晚了25年 1997年5月16日 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 才正式向这次人体实验的受害者 表达了歉 可以说 美国一直以来在生化实验上的骚操作 成功让这个国家的形象变得不再可靠 事实上 如今新冠疫情在全球四年 美国在其国内推行疫苗却始终受罪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美国拿国民释要的经历太多 以至于国民不愿意信任美国官方 甚至觉得打疫苗反而会感染新冠 正是有这种前车之解 所以全世界总是会在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近乎统一的 把怀疑对象放在美国身上 当然 在真相未能浮出水面之前 我们其实还是应该了解一下猴痘的情况 1958年 一家位于哥本哈根的实验室 在用猴子做研究的时候发现 一些猴子 竟然出现了像天花一样的病症 并且开始全身暴动 实验室的专家开始对这种病症进行病毒提取 这才发现 虽然这种病症和天花类似 但并不是天花 于是 当时的人们将这种病症取名为猴痘 不过 那个时候 没有人觉得这种病症会传播到人类的身上 直到1970年 这一年 人们在刚果一名九岁南海的身上 发现了这种猴痘病毒 紧接着 猴痘病毒开始集中出现在刚果 中非以及西非 并且病例越来越多 而这种病毒第一次出现在非洲以外 是在2003年的美国 这一年 美国有人从非洲买了一批宠物土拨树 结果这些小小的孽齿类动物 在咬山人之后 就把病毒传染到了美国 一时之间 美国出现了70多例猴痘确诊病毒 随后的几年时间 猴痘在世界上出现 追踪溯源后 找出来的源头 大多都是和非洲有过联系 但奇怪的是 在今年全球的猴痘疫情中 有的病例曾与非洲有过联系 而有的病例却和非洲没有半点干系 这些研究让人们意识到 猴痘的来源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最开始 人们对猴痘的认识是 感染这种病毒是可以不治而遇的 但很快 人们在实践中意识到 这种病毒是否会致力 与患者的身体健康 以及后续的并发症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 感染这种病毒之后 最痛苦的 尤其是出现皮疹 这种皮疹会蔓延到身体的各个部份 发展出几轻的炮症 更重要的是 这些炮症会在慢慢的发展中 逐渐从患者的身体结痂拖流 然后给身体留下难以抹平的可怕伤疤 换句话说 感染上猴痘病毒 也许侥幸能活命 但基本上都会经历社会性死亡 因为你很有可能被炮症用的混音 其实 不管是如今正在流行的新冠 还是正在虎视眈眈的猴痘 都是人类需要关注的事情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防护 同时也要避免和野生动物 以及不明来路的动物的交集 毕竟 保护自己才是真理